好 这一节的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来关心的是英国呢 已经证实了王储查尔斯的妻子卡密拉 以及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正在做居家隔离 而查尔斯在10号则是已经被宣布 他第二度确诊染疫 至于疫情的部分在香港连环报 因为已经连续4天染疫人数突破千例 确诊数每两三天就翻倍 13号呢一彩阳性的个案超过了3000例 再度破了记录 好 更可怕的是呢 其实有4%的确诊者都不到4岁而已 因此呢 港府立刻把大陆的科兴疫苗的接种门槛 下调到了3岁 同时计划要滚动式的风区来控制疫情 香港确诊数飙升 连续4天破千 13号增加1347例确诊 当中高达9成5 怀疑都是染上Omicron 另外还有多达2000起 一彩阳性的初步确诊个案 加起来一天恐怕是超过3000例 再破单日记录 官员直言确诊数字每两三天就翻倍 跟Omicron的高传播力脱不了关系 医院病房满载染疫者被迫滞留在家 沦为剥毒人球 更令人担忧的是香港这波疫情当中 有4%的确诊者都是4岁以下幼童 最近甚至有一名异彩阳性的3岁女童重症 4岁男童阳性死亡的案例出现 港府立刻下调疫苗施打年龄15号开始 3岁幼童将可施打大陆科兴疫苗 虽然港府表示暂时不会封城 但考虑实施滚动封区 随着疫情变化进行局部封区 大陆疫情也拉警报 13号新增67例确诊 广西占最多13例 辽宁其次11例 居家监护的这些住户每天进行核酸的采样 由北京后花园之称的辽宁葫芦岛市 从8号以来累计43例确诊 全市人流进出全面管制 开往疫情尤其严重区域的巴士游览车停讯 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待在家没事别出门 记者综合报道 乌克兰的情势现在越来越紧张了 华府一再警告说俄罗斯随时都很有可能会入侵 美国总统拜登还有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13号再度针对了俄罗斯亲屋的威胁进行了通话 好 泽伦斯基在电话当中 邀请拜登能够尽快造访乌克兰 认为此举将有助于稳定局势 不过在白宫方面的声明稿 却没有提到访问乌克兰的邀请 美国的官员也说 拜登非常不可能出访乌克兰 俄乌战火一触即发 美国的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 俄国每天都在增加驻扎乌克兰边界军队还有战力 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将会有很多人命惨死 好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了 俄军不断增强战力 正准备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情况之下接受乌克兰的难民 北约则是增派了一批德国士兵抵达立陶宛 加强波罗的海的防御 而另外呢高盛的全球股市专家警告了 如果俄军入侵成真将会对股市造成的影响 比2014年俄国病吞克里米亚的时候还要来得更严重 震荡可能会超过5% 由于现在在乌克兰的情势蛮紧张的 因此呢有美国已经呼吁在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竞速撤离 乌克兰近日也传出有一批企业寡头还有富豪 是吓得连夜包机逃往各处 光是昨天整天统计下来就至少有20架的私人包机从基辅起飞 其中的当中有谁呢包含了航域业的巨头斯塔夫尼泽 还有前副总理科列斯尼科夫等人都吓死了连夜逃跑 不过呢为了避免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驻英大使表示不可能不加入北约 虽然随后改口乌克兰总统发言人也反驳了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来听到的是前驻纽西兰大使借文集说 美国不断放话的用意 有可能就想要逼使总统泽伦斯基让步 因为只要乌克兰不申请加入北约 那么整个危机也就因此解除 美国就能够把这个地区的资源转往印太 进一步加强对大陆的包围 造成乌克兰内部的情势有变化 对 那是不是美国就想希望乌克兰情势有变化呢 事实上我下午听那个福斯新闻他们在谈乌克兰的情势 那这个情势他们有提到一点 他说美国打之是维持民主推广民主价值 这个在全世界走 他说你知不知道 泽伦斯基现在做了很多违反民主的事 他把他的政敌都非法的关起来 这是Fox News上面讲的 所以可见现在乌克兰本身内部 已经有比较深的矛盾 对于泽伦斯基的路线 里面的不反对的他的人 已经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已经压不住国内的压力了 记不记得大概一个多月前 他的泽伦斯基的政敌叫波罗申科 波罗申科 波罗申科 他是被这个泽伦斯基通级叛国的 可是他就回国了 回国了他是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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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所以他付了三千万美金交保 现在呢不晓得干嘛 那你想想看 泽伦斯基不敢去把波罗申科 把他关起来 这后面是不是有外国势力的干涉 那如果是美国的话 那是不是美国已经找好了 泽伦斯基的替代人物 他虽然不会说 反正你泽伦斯基垮了就是波罗申科 波罗申科会听我的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来迹象显示 美国这个可能 罪翁之意不再久 罪翁之意就在那个喜剧演员 那可是我补充请教一下 那个乌克兰英国大使已经放话了 有啊那个最新的消息 说他们可能不申请参加北约 乌克兰可能放弃申请加入北约 避免跟俄国开战 但是总统发言人要求说明后 就改口了 因为据说这个总统方面非常的生气 很震怒了之后就改口 就又说不会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决定 所以就是还是要决定要加入北约啦 不会再重新考虑 所以现在关键就是 哲伦斯基要不要放弃他的看法 放弃他的最基本的政治立场 申请加入北约 现在只要他老兄一个人啊 松一个口 事实上啊 这个危机也就解除了 美国也就怎么样 美国也下桩了 美国事实上就是想跟俄罗 帮俄罗斯一个忙嘛 我认为啦 从头到尾 他好把从东线的 从这个欧洲的这边的这个 这个资源 往亚太印太来调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这都是一些高手在博弈 高手你只有到最后才慢慢看出端倪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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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